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有机农业的面积全国第一 30号的下午在花莲新政府的大礼堂 特别举办有机农业和景观疗愈的课程 邀请到台大园艺系主任张俊燕教授 分享如何将有机的景观植物融入生活 带来身心灵的疗愈效果 在地方各级农政单位在地农民团体及农民的共同努力下 花莲的有机农业工作面积及农户数成为全国第一 为了让有机农业不仅只是农业生产 并提升到有机生活 花莲有机农业促进专案办公室 30日下午在花莲宪福大礼堂 举办有机农业景观疗愈课程 邀请到台大园艺系主任张俊燕教授 我们从有机它是一个健康的环境 健康环境是一个很基本的 但是有这样健康的环境之后 我接下来我要是从事一个休闲活动 那这个休闲要达到什么样子的这个程度 这个直筛的生长 慢慢就会让你把一些卡在心里面的一些事情 去把它分心去把它放松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大概要提的第二个 那第三个刚刚向也有提过 所以我一直觉得刚刚向把重点都提到 就是美学的部分 无论是我们城市美学以及我们乡村风貌 或者是人与环境大地都能够融合在一起 不因为科技时代的进步而把这些都省略了 所以在花莲的诗信服呢 如果你今天你到台北去 你会觉得说哇 为什么叫做水泥丛林 就是这个意思 花莲的这个绿色的直筆是82% 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们要推动绿色的首都 以及有机的首都 从你给我开始好不好 现场来了多位农友及相关领域民众参加 这次的有机农业月旦讲堂 说明有机景观植物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 良好的景观设计 能带给使用者什么样的愉悦体验 透过有机的农业生态场域规划 晋升成疗愈生性灵的效果 期盼在后疫情时代 暴富性旅游的时机 让更多民众来到花莲 能享受到输压放松的有机农业疗愈之旅 记者长邦彦华林市报导